县长林明珍一大早在公共处长浅玉明 陪同下与埔里镇长周一雄 代表会主席蔡文仲 现一员林芳于及当地的村里长民众 一同前往埔里南城里南城路 以及新生路头67线南西街 至南淮路队 进行会堪海水沟和路面高低的涌湖工程 林县长表示 只要是和民众日常生活及交通各项继承建设 建国都会尽全力来协助 以民众的需求为首要优先 县长林明珍 上午会同议员林芳宇 蒲里镇长周一雄 正名代表会主席蔡文仲 以及多位代表 会看南城路排水沟改善工程 以及投流的期限路面改善工程 林县长表示 南城路连接中正路区段 因地势较中正路低 且排水沟设施未尽完善 断断续续 为能够连接下游排水沟 导致雨水流入民宅或农田 急需改善 林县长会看后 估计需新建约138公尺的排水沟 以立排水 并将原有排入农田的排水沟 导流入新建的排水沟 以完善村里排水系统 从南城路这个路段没有排水沟 出场下大雨就会造成村落的沿水 突然邀请县政府公务处和本人来抢 经过我们宿地勘察之后 这些水沟确实需要来兴建 不然来兴建水沟 可能会造成将来 这些居民时常会沿水 带来困难 所以今天大致上 整个计划新建了大概要120万人 我想我们县政府可以来 操作警惠补助我们埔里政公司 实施 我们会尽速地来办理 解决人民需要 这样建设我们县政府 就是尽力地来协助 埔里政长周毅雄 也十分感谢林县长全力支持 解决地方民众困扰多年的问题 南城路排水沟长年来 数十年一直排水的所指 留下来的问题 那经过县长的会堪 确实认为地方的需求 是必须帮忙的 所以说县长就答应了 地方的乡亲来协助这个排水改善 再次的感谢我们县长的用心 这个水沟的设计于原先 就是说在下游有已经水沟失色好 把上游中正路起点开始 大概约130公尺左右 把这个水沟接通 那往南城路右边的一小段的排水沟 做横向的 大约45度的这个横向的 跨越路面的这个排水沟 把它衔接起来 让两边的水都能够有地方排 随后林县长一行人 也前往头67线南新街 至南环路段 会看路面颠颇的问题 头67线AC路面封城规律严重 处处可见补电情形 影响用路人安全 公务处长杰宜明表示 部分路段今年已经列入路坪专案补助 将由正公所进行改善 另外部分路段为下水道工程施工范围 将一工程完工之后再重新封城 皆使将可改善路面封城规律的问题